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时间10月5日星期三 欢迎收睇越南新闻 我是王晓祥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烏克兰军队半个月前 在东部重镇哈尔科夫州布折 上周末又修复顿尼茨克州的利曼 紧接着在10月3日晚又在烏克兰南部 哈尔松州推进40公里 奪回蒂涅伯河附近50个村庄 这是烏军厄金在南部的最重大胜利 突破俄军防线 并沿着蒂涅伯河快速推进 威胁到俄军后方补给线 路透社判断 烏军已经摧毁了蒂涅伯河主要桥梁 如果持续推进 俄军补给线杖完全被撤断 几乎军事专家日丹諾夫认为 烏军突破俄军前线 代表俄军已经失去进攻能力 过了今天或明天 俄军可能连防御能力也会失去 现在欧洲开始入冬 拉开了俄乌军队在战斗力上的距离 自媒体人马序在节目中说 今天在赫耳床被俘虏的很多俄罗斯士兵 居然被发源穿着单薄的衣服 很难想象里面穿着自己的衣服 外面套一件军装 而乌克兰军队有北约提供后勤支援 穿的是防雨防水防滑的迷彩棉军装 从这点看 俄罗斯只能拿死人打这场战争 面对俄军自9月初以来一连串挫败 俄国高层在尋找替罪羊 俄国媒体4日报道 俄国西部军区司令朱拉夫·列夫一级上将已被割职 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4日签署一行法令 明确不会与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谈判 这预料会加剧俄国高层分裂 内忧外患之下 普京加大核武威胁 对此 台湾证经学者吴嘉隆在脸书分析说 普京发出核武恐吓等于逼美国出手 因为美国从哪方面说也不可能接受核威胁 因此现在双方都一直撑到底 没有退路 紧张局势会不断升温 于是美国只好考虑对普京进行斩首行动 美国在俄国军方内部应有情报网 如果普京真的下令发射核武 这个命令应该不会被俄国军方执行 而且还会被美方和之 然后美国就有正当性可启动斩首行动了 吴嘉隆提出 美国对普京的强硬立场 也是做给习近平看的 是做给中共看 希望阻止野心家为了自己的终身掌权 而搞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美国新闻周刊上周爆料说 拜登在考虑斩首普京 台湾陆军备役少将于北辰 在台湾最前线中分析说 美军对于斩首有两种做法 一是秘密派遣 比较常用的是海炮部队 他们不是斩首当日才出现 而是早就潜伏在四周 于北辰认为 这个对普京应该不可能 因为普京的核威胁犯了全球大忌 美国会用公开强力斩首 动用的可能就是三角洲部队 将强大空运能力 无人计同精准接载配合起来 完成斩首 于北辰说 公开强力斩首听起来很蠢 但其实它的缘机在于 迫内部的人直接将普京剷除 其实就是攻心战 既然要斩首 普京周围的近衛队 目标一定是第一个被清理的目标 这就会让他们深深畏惧 然后隆里继作反 所以美国现在不断要俄军知道 美军到了北约什么地方 吴嘉隆就分析说 美国为乌克兰战争设定的目标有三个阶段 第一是将入侵俄军赶出乌克兰 第二是修复哈利米亚和乌克兰东部 恢复乌克兰的领土和主权完整 第三是对俄罗斯去军事化 必要是分裂俄罗斯 现在看来最后的结局很可能是要分裂俄罗斯了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白欣斯 近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时透露 习近平已经指示共军 在2027年前为武力犯台做好准备 接下来几年两岸可能发生冲突的风险将会逐渐提升 在专访中白欣斯说 习近平不切关注乌克兰事态发展之際 俄军是乌克兰的疲弱表现 以令习近平有所清醒 可能令习近平对台野心冷静下来 白欣斯说 虽然习近平更倾向以相对和平的手段实现同一梦 但我们知道 他也已指示军队 在不会迟过2027年对成功犯台做好准备 所以实际上至少就我们所见 这十年随着时序推进 可能发生冲突的风险就越大 美国CNN记者利利斯上个月 曾在推特透露 CIA副局长阿欣表示 习近平已经 说给官方知 他希望在2027年前 具备以武力控制台湾的能力 但美国情报圈目前不认为 北京已就是否进行武统作出决定 另一方面 被问到在普京是否 为乌克兰军队的进展感到担心 白欣斯说 他必须担心 不止是乌克兰战场和国内发生的事 还有国际上发生的事 他在2月战争开始前和习近平坚并肩 宣称双方有而无上限 结果显示有而是有一些上限的 白欣斯说在这场冲突中 中方对俄罗斯的支持已经有点烧音 尝且未提供普京原本可能指望的军事援助 不过白欣斯说 普京仍然对自己的判断坚信不疑 因为自己能从乌克兰人 美国和西方的难关中捱过来 据三纳新闻报道 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蔣曼安 曾出版一本自传 书名叫台北晚安 中华民国前国民大会代表黄彭孝 发现其中有QK 黄彭孝指出 蔣曼安是这本书的第46页提到 他决心踏出从政第一步 参加2016立委选举 是在上海作出决定 然后打电话说给妻子和父亲 黄彭孝质疑 蔣曼安在上海突然决定参选 是否因为见了秘密人物 还是有人指示他投入政治 黄彭孝说 蔣曼安从政时间点很巧合 2014年2月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 曾设加言款待蔣曼安父亲蔣孝贤 一个月后 蔣曼安就回台湾 开律师事务所分锁 到2015年3月在上海决定参选立委 黄彭孝说 这一连串巧合 令他想起美国智库学者 葛来仪的警告 葛来仪认为 中国一定会在台湾尋找潜在合作对象 日本残经新闻台北支局长刺坂明夫也认为 中共势必干预年底选举 黄彭孝提醒 千万不要选出一个习近平的保保 就是习近平所喜欢的人选 陕西省宜安市保塔区村口乡村民刘志斌 因为土地被採油厂侵占而维权 1998年某日被副乡长等强行带走 从此音信存无 近期案件据说已经征破 但警方却拒绝告诉刘志斌家人征破结果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 刘志斌的女儿刘曼花4日受采访时透露 她父亲被乡政府捉走24年 最近官方说给家属知道 刘志斌确实找不到 想象精盛地给几万元把事情掩盖 但刘曼花表示 无论母亲还是他们三兄妹都坚决不同意 他们只是想知道真相 刘曼花透露 家属大约3个月前 从而安市公安局刑警对获释 案件已经查清 但只是能对上级进行回复 不能将详情告诉亲属 警方透露的有限资讯就是 当年带走刘志斌的人 分别是政府和彩油厂的人 但他们都是代表官方和机构 对刘志斌进行调查 刘曼花等人一直在抖音等平台发布 父亲失踪的消息 但现在这些资讯都被删除 刘曼花表示 父亲被带走 为整个家庭带来几乎是灭顶之灾 当时哥哥只有8岁 他自己才5岁 弟弟只是3岁 兄妹三人读不起书 先后绝学 现在都只能靠打工为生 他的母亲当年也只有26岁 现在50岁了 他一生都毁了 只由亚洲电台表示 延安市因为他本身就打上红色标签 这对民众维权和反抗的打压 一向已迅速严厉和残酷著称 据日本放送协会NHK报道 一手中共海军护卫艦连续两天 出没在日本沖繩的西南群岛西側 日本防卫省认为他的航线異常 日本防卫省表示 10月2日上午8点多 观察到中共海军一艘 湖惠南航行在 沖繩本岛西北的 宿国岛北方 約50公里的东海后 向东航行 沿着西南群岛西側北上后 3日上午底达六二岛远外海 草援群岛西南 約90公里的海域 然后航向改为向西 驶离日本 这手中共护卫艦 没有入侵日本领海或 轮接海域 日本防卫省指出 这是首度公布中共军舰 沿着西南群岛航行 针对中共军舰的 特异航线 日本防卫省持续境界監控 并分析他的目的 好了 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多谢你的收看 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我知道 及了 从头从头 任毛